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深受太宗李世民的重用和信任的人 就是他的舅子长孙无忌了 长孙无忌的父亲在他年少时代就去世了 由他的舅舅高世莲抚养长大 他非常的聪明博学 而且又谋略 长孙无忌跟李世民从小就关系非常好 后来的妹妹还嫁给了李世民 他们成为殷亲关系就更加亲近了 当李源起兵的时候 长孙无忌就跟随李世民一起到处征战 成为了李世民的左膀右臂 当李世民的战功和威望比李建成高的时候 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间的斗争就不断的发生 李世民一派就策划并发起了玄武门之变 他一直坚定的站在李世民这边 李世民当了皇帝之后 就给长孙无忌封为了齐国公 担任吏部尚书 后来又升为了尚书又铺设 很受太宗李世民的重用 太宗死后 高宗李治继续重用长孙无忌 派他做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 这时朝中发生了一件大事 太宗的女儿高杨公主连同驸马 防遗爱 听谋造反 可还没有来得及实施 就被人告发了 高宗命长孙无忌审理此案 在审理案件的时候 长孙无忌把吴王李克牵连进来 给他安了个什么谋反的罪名 就给赐死了 为什么长孙无忌非要弄死吴王李克呢 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 李世民曾想过要立李克做太子 但遭到了长孙无忌的反对 因为李克拥有隋朝宗室的血统 让他当皇帝的话 辛苦打下的李唐江山 就会跟隋阳帝牵扯在一起 二 因为他不是他的亲外人 长孙无忌也会希望选一个听话的皇帝 这样就试试听从他的意见 他自己的权势也会更大 无辜的吴王李克临死前说 设计有灵 无忌且足灭 苍天有眼的话 就让长孙无忌一足灭亡吧 长孙无忌借这个案子 算清了跟他们作对的所有的政敌 把跟他意见不同的官员 以参与谋反的名义全部流放 他的清算 让当时的朝廷失去了很多的人才 等到后面武则天把持朝政的时候 就没有人能够出来阻止了 由于李世民听从长孙无忌的话 立李志为太子 指定他来辅佐高宗 使他的权力没有得到约束 任意污蔑忠良把持朝政 这一个错误的决定 让后来的李世王族和族任 遭受了武则天的无情杀戮 可以说李世民英明一事 糊涂一时 是他最大的失误 谢谢大家观看 喜欢的话 请点赞分享和观众们 欢迎你的评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